有的时候剪一个头发需要七八百块钱 有很多人特别愿意去 还有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发型设计师 都有自己的美容师 剪头发还非他不着 在70年代以前的雪花糕 是人们唯一能用得上的一种化妆品 有一个网友62岁的 他叫何花婶 他说 说记得当年雪花糕的知名品牌 有百雀灵 友谊 红眉 雅霜等等 当年这些东西都是奢侈 很多恋爱中的男女青年 都把雪花糕作为最贵重的礼物 送给自己的欣赏 当次低一点的就是杠的油了 网友天山莱特记得说60年代 每到冬天 他的手和脸就会冻得开裂溃烂 母亲就用鸡蛋换了两个杠的油 每天晚上洗完脸就给他涂上 现在像万子千红这样的产品 现在在市场还都有卖的 还有许多人非常的喜欢也愿意买 到了80年代 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普遍的提高 对美的认识也开始改变了 这个时候也有很多名牌 说起来大家可能都记得 比如说美加镜 玉美镜 霞飞等等 它们已经不再是以前传统概念上的雪花糕了 网友上导提拉米苏说 说妈妈新买了一瓶霞飞的雪花糕 被他不小心给打碎了 怕妈妈下班回来批评 他就直接扔到垃圾桶最底下了 结果妈妈说 说如果不扔 剩下的雪花糕 还能倒到别的瓶子里接着用 但是这样扔了就全浪费 到了90年代 有一句非常快智人口的广告语 叫大宝无天见 大宝天天见 这个广告语 让大宝SOD密成了家喻户晓的国产名牌 同一个时期还有一些名牌 比如说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 玉兰油 雅芳等等这些国外的品牌 大宝的优势在于便宜好用又耐用 当年一瓶也就几块钱 省着用 其实能用两三个月 现在商场的化妆品专柜太丰富了 家里的梳妆台也东西也越来越多了 产品丰富到你都不知道该买什么好了 但是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人们更在意产品的质量和效果 其实现在在很多大城市里 人们把钱都放在第二位了 质量和效果放在第一位 只要东西好 很多人特别愿意花钱 其实也证明了 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美容业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 1978年北京王富贤 有名家非常知名的老字号 叫做四联美化店 在1978年重新的开张营业了 可以说四联美化店 引领了美容业发展的新趋势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1978年 在四联美化店工作了 有30多年的一位报师傅 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 说当年的四联美化店 门面相当气派 修枝在脚脸摘霉等等 只是理化是捎带脚干的碎活 但是这些已经足够让当时的 时髦青年兴奋了 改革开放初期 四联请来了日本的美容室奖客 进口了两台多功能的面部清洗机 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美容服务 那时的价格是一次15到20块钱 相当于普通工人工资的一半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排着长队 来体验这种非常神奇的美容效果 现在美容店可以说是便利开花了 服务也五花八门了 许多男士也非常愿意进美容店 来修饰一下自己 好 今天的六十年记忆 就是这些片段 对于新中国六十年的成长历程 如果您有切身感受的话 可以登陆新浪网腾讯网等等网站 给我们留言 您的留言很可能会在中国新闻 五间媒体板块里播出 期待人民的参与 明天我们关注的是六十年来 人们购物的变迁 也欢迎您到时收看 时间交给云春 好的 谢谢静想 稍后请看中国新闻港澳台方面的消息